马云问可否免费为我代言,黄渤只要了一辆车,网友,什么车你懂的,认真地去了解了一下黄渤,发现他的人生经历真的挺丰富的,所以他的口才和情商并不是一天就练成了今天这父母一样,而是不断地历练,不断地打磨,他早些时候并不是演员,而是歌手,舞蹈教练,他如今可以跳舞,跳得这么棒。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音乐,他之前还组建过乐队在全国的地演出,还当过七年的舞蹈教练,后来大学上的是北影,学的却是表演系的配音专业,他从事过很多种工作,但是我们更加认可他的演技。 他的作品,马云,我们都知道他是商业大佬,黄渤和他都是口才一流的人,那么当两位大佬交流的时候,简直就是一场巅峰对决。 之前,马云就问过黄渤,在我们看来的一个纵命期,那就是你觉得我长得丑不丑? 黄渤毫不掩饰地说,你尝得太丑了,马云也不忘补刀,我们一样丑。 真的是没点压力,又分件了关系,马云问可否免费为我代言,黄渤只要了一辆车? 网友,什么车你懂的? 马云总是问一些带有刁纳性质的问题,但是同样难不倒我们的黄渤,当着现场很多观众朋友的面。 马云问黄渤,你可不可以免费为我代言? 黄渤说,只要帮我清空购物车就行了,黄渤真的是只要了一辆车,但是这辆车是我们也想清空的呀。 台下的观众就是沸腾,拍手叫好,就扶你的脑子反应这么快,我们都转转呼了。 有人说黄渤是宝藏男孩,真的是一点都没说错。 这样的话一说出口,马云都没话可说了吧,毕竟这年头。 那个影帝说给你免费代言,就给你免费代言了啊,好歹也是有笔出场费都好吗? 不过黄渤既给自己留足了面子,也没有让马云难堪,反而让大家又对黄渤增添了一份好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哦。